京都菊高校追走岳步 来台湾创记录 第十一集 万家灯 2023年12月12日 菊高校在台湾西门町的快闪演出 创下菊高校来台湾的第一次记录 也同时创下菊高校 自1961年成立后 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夜间行进演出 这一晚西门町亮入百中 从N89豪华影城到西门町红楼广场 约700公尺的路程 沿路所有灯光都满亮的 比如沿路所有商店的 店面与广告招牌都是点亮的 沿路的路灯也是亮着 甚至每隔几公尺 还加装大瓦数的电灯来照亮 依照出发现场 吵杂的引擎声来判断 可能也用上了发电机 来提供临时增加的电力 还有沿路三万以上的热情民众 几乎是人手一只手机的灯光 从YouTube频道上各家新闻媒体 稳总的现场直播 还有许许多多民众几次媒体 所上传的影片中 可以看见夜间行径远处的菊高校 橘色队伍是多么壮观 画面上看起来特别的亮 也有日本网友留言说 没想到菊高校 夜间行径不这么好看 以上这些都是菊高校的记录 到底菊高校来台湾 还有哪些记录呢 请继续收看 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来台湾创纪录 第十二集 菊高校之罪